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yRadio在2017年10周年台庆期间 推出全新对谈节目《毓闻会客室》 参与对谈的嘉宾都是香港各界的重量级人物 节目虽然是录影 但丙珠百家争名之子 播出之前只是做技术的展辑 出席嘉宾的意见原汁原味播出 《毓闻会客室》两季26集节目重新制作 在YouTube频道恢复上架 2月份起 供各位MyRadio网友重温 逢星期四晚上10时播出 MyRadio捍卫言论自由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请各位新知旧语分享节目以表支持 多谢大家 2013年1月至12月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在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少》 主题是五四运动与中国 每集一小时在MyRadio播出 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 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祭酒、人物与思潮 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外国民主运动 亦都是疑风逆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 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 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 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 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堂 配合中共的权统治 顺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 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 配上中文字幕 9月1日起逢星期14 晚上7点钟在MyRadioYouTube频道播出 敬请各位新知九语收听、收睇和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2月3日 大家跟第3节 刚才提到北京学生的《弯乱》 上款就写《陆忠愚张中长,唯臭尖虎》 下款就是《北京学界》类弯 这个《弯乱》的上线就是 买国求荣,早知曹门,遗肿卑无子 傾心眉外,不期张秦如业,死由头 这个曹就是曹宇林 但是曹门其实是一个历史人物 这个就是曹操 另外张秦就是北宋时代的一个宰相 这个是一个权神 一个权奸 他令到后来出现这个所谓政康之难 令到两个皇帝被金人所老 引述历史上的一个曹操、一个张秦 曹和张又配合了他们要升土的 那两个所谓北京政府的高官的姓 学生除了一路游行一路派一些传单 被周边或者游行路线有很多市民 北京市的市民在看热闹 那除了幻暖、五色旗派传单之外 一样有中文、英文、法文写的标语 那为什么会有英文、法文呢? 其实是被公事馆的人看的 对不对? 并且有讽刺的漫画 来表达他们游行示威的目的和情绪 对不对? 那这些标语啊 这些口号呢 就... 都是... 比如说关于外争主权、外抗强权那方面 就有... 还我青岛啊 不服青岛灵死啊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啊 誓死力增青岛 取消二十一条款 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 中国被宣告死刑了 拒绝签字巴黎和约 或者抵制日货保卫国土保卫主权 中国人是中国人的中国民族主权 这个是威尔逊说的 国际公理、反对强权政治、凌为欲衰、不为雅传 那... 淋淋冲冲 那关于内除国财那部分呢 就有打倒卖国财啦 卖国财曹与林啦 张忠祥曹与林卖国财啦 朱卖国财曹与林 陆忠如与张忠祥啦 等等 买国财如处死刑啦 这些 一个就是外争主权 另外这个就是内除国财的 那这些游行的队伍呢 就令到北京的民众呢 就是印象非常深刻 那有很多市民呢 很留心听那些学生呼喊口号 甚至有很多人是感动落泪 也有些外国人 就是... 在游行的队伍经过的时候呢 有些戴着帽子的脱帽自敬 学彩鼓掌等等都有的 那然后整个游行是非常有秩序的 那后来也有些童子军啊 小学生啊 去参加这个游行 就是中途插队 那也都帮他们维持秩序啊 发钱单 是吧 就是... 当时在这个游行队伍之中 也都有些... 就是... 北京政府派来巡逻的警察 是吧 和一些密探 警察有制服啦 密探当然没有制服啦 密探就混在这个人群之中 是吧 但是当时... 都没有看到有任何... 就是... 暴力的倾向的 是吧 好了 但是呢 整个游行队伍 去到东郊... 东郊民巷 就是这个公事馆区那里呢 跟着... 他们... 呃... 就受到阻挠了 因为... 呃... 这是一个治外法权的地区 就是在东郊民巷 那些警察呢 就是... 就阻止学生进入这个地区 是吧 本来学生事先就已经打电话给... 英国啊 美国啊 法国啊 这些公事馆 是吧 那他们都很欢迎 那些学生来的 是吧 就是来到这个公事馆区 或者来到公事馆呢 那... 跟他们... 就是... 表达诉求 他们是欢迎的 但是... 直到... 这个队伍去到这个东郊民巷的西口 就是... 就是... 就算美国有些兵营的军官 那里是... 就是... 所谓的... 治外法权 那不是你中国... 的人在那里执法的 OK 那你去到美国那个... 所谓的公事馆的时候 那就... 美国的兵营的军官呢 那... 见到那些学生来呢 他一样是放行 是吧 那但是... 这个暴防... 那些警察呢 那些警察呢 北京政府就不让你通过 是吧 那于是... 大家就... 在那里喊口号啦 是吧 那说回东郊民巷呢 其实我又想讲一下 就是... 其实这个东郊民巷呢 就是... 1901年根据这个新丑 和约建立的一个地区 就是... 这个是外国公事馆的特别区 就是... 那里总共有一千多亩的面积的土地 是吧 在这个地区里面 中国的军警就不得进入 中国人民又不准居住 那... 1901年呢 就是... 这个罗素访问中国的时候 曾经这样去形容这个地方 他说 直到今天啊 东郊民巷都是用墙围绕着 里面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军队 场外就有一片空地环境 空地上中国人不能够有建筑物 这个地区是各国公事馆共同管理的 在这个大门之内的任何人 中国、东方局都无权过问 啊 当有这个不平常的贪污案 买国的政府被推翻的时候 那些当事人就逃到 这些公事馆来接受... 就是受保护的 是吧 那... 那... 当然在... 后来取消了不平等条约之外 之后呢 这一个地区 才被废除的 那... 现在... 在北京一样有个东郊民巷 那... 也有很多外国人的遗迹 那... 这个也是中国 沦为次殖民地的其中一个证据 所以一说起东郊文行 其实就是中国的耻辱 当时学生没有办法通过东郊文行 只能够在那里喊口号 但是接着来 在美国的公事馆 他们说公事不在 那便留下一个写帖 这个写帖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或者全文我们可以读一读 大家可以明白多少就多少 这个我们就不会在视频里出现的了 他说大美国公事月下 误人民和平会议传来消息 关于不与中国 误中国与日本国际坚之处置 有甚勃和平正义者 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 陈词于国下 1915年5月7日 21条中日协约乃日本成大战之制 以武力协逼我政府强制而成 误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 青岛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奪去 而误人所日私取还者 他以对德宣战固 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继承之 如不直接交还中国之东亚和平 与世界永久和平 均不能得确切之保证 贵国与支持民族之独立与人类之公权 及世界和平之局而战 1917年1月10日协约国美国公事馆公碟 误人对之表无上之恩爱与同情 误国与贵国普同一主义而战 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 误人念贵国与我中国数顿目而 为此直率陈词 请求贵公事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 与和平会议 与吴中国与同情之援助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山东的地方 是被德国人武力夺取 现在你们要私商授受 对不对 私商授受原因就是 因为当时日本 用武力逼北京政府签了和约 21条 对不对 接着你就要是在巴黎和会里面 把这个山东的权益 由德国转给日本 中国也是协约国那一边的 这个是说不通的 所以当时之前前文我都讲过 中国学生也不是很满意威尔顺 巴黎和会对日本妥协的 但是中国的学生对在中国的这些所谓美国人 都是非常友好的态度 因为当时的公事 这个瑞恩斯 和很多在中国的美国人都不喜欢日本 在远东扩充势力 亦都不喜欢威尔顺 和美国国务院的妥协政策 所以对学生十分同情 参与对谈的嘉宾都是香港各界的重量级人物 节目虽然是录影 但是秉珠百家争名之子 播出之前只是做技术的展辑 出席嘉宾的意见 原汁原味播出 欧文汇客室两季26集节目重新制作 在YouTube频道恢复上架 2月份起 供各位MyRadio网友重温 逢星期四晚上十时播出 MyRadio捍卫言论自由 日路走来始终如一 请各位新知旧语分享节目以表支持 多谢大家 当日这个学生在东郊民航的 美国公事馆里面留下一份雪帖 提出他们的诉求 希望美国可以主持公义 威尔顺总统和美国国务院 在巴黎和会支持日本 能够取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当然中国人当然非常愤怒 但是中国的美国人 是同情学生这些举措 特别是那个美国公事 瑞一斯 那天在公事馆里面 就见不到公事 后来公事呢 就自己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是认为 我虽然见不到那些学生 但是很同情那些学生 还有这个是 游行示威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步 这个学生运动呢 是创造了历史的 对不对 对五四这一天 那些学生去游行 他是高度评价 是吧 接着 那些学生又派一些代表 去英国 法国 意大利三国的公事馆 那但是刚刚那天 是星期日 五月四日 那些公事呢 全部都不在这儿 那但是 那些公事馆 都有派管员 去接见那些学生 和表示同情 那些学生 也都将一些写帖 放在这些公事馆里面 是吧 那另外就是说 那些学生代表就在了 但是在东交民航里面 就出现 警察就不准那些学生 队伍通过这个东交民航 是吧 而中国的军警呢 也都在这个 所谓的东交民航的入口里面 就是阻挠这个学生 以及要强迫那些学生退后 在这个情况下 就令到整个和平 不理性 非暴力 是吧 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说错误了 这个 示威 或者游行 就开始 就是 出现 一些变数 东交民航你不让我过 找些军警 找些警察在那儿阻挠 是吧 那于是 那些学生队伍 和其他那些民众 也都有加入的 开始愤怒 是吧 于是大家就说 我们去外交部 大家去曹雨林家 在这个重要的关头 是吧 当时 有个总指挥 这个示威的总指挥 后来做过 台大校长 甚至 这个傅思联 那时候是学生来的 他就叫同学不要去啦 是吧 那些同学说要去曹雨林家 要杀去外交部 是吧 但是当时 群情洶涌 这个总指挥 傅思联 都是没有办法 控制到场面 于是大队学生就退出 这个东交民航 然后跟着呢 就杀到去 就是 要杀到去这个外交部 是吧 是吧 他们沿途也有 散发一些 已经印好传单 包括卖国策曹雨林 卖国策陆忠愚 卖国策张忠祥 是吧 那连段期税 和助手徐树增 都包含在内 大约4点半左右 这一个 游行的队伍呢 就到达了来外交部 不远的赵家流 2号曹宅 就是曹雨林的官邸 其实到这个时间 都还没有失控的 其实 都是很秩序警员 去到曹雨林的官邸 是吧 但是由于这个所谓 警察的那个镇压的手段 就 引发了 学生的暴力行为 是吧 那说到这里就是 所有的游行示威都是这样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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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警察 用一些过当的武力 是吧 或者 你要进行一些震压的时候 那那个运动 自然由一个和平理性 非暴力 就会变成暴力 是吧 是吧 基本上全部都是这样的 是吧 如果你让他通过东郊文巷 按照游行路 那时候没有拿不反对通知书 不用是吧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默契的 整条游行路线 是很清晰的 是吧 要穿越这个东郊文巷 是吧 但是你不让他进去 是吧 于是他就杀去外交部 杀去曹宇林家 那终于就去到 这个所谓的赵家楼 曹宇林的官邸 主要是一些西式的洋房 是吧 有很多军警守卫 有四十 即四五十个军警守卫 那学生 就要求曹宇林亲自出来解释 为什么和日本缔结物约 那对于这些要求 警察就不管了 那又要学生退后 是吧 那些学生就唯有向窗口 和墙头 就抛窄石头和白旗 是吧 曹宇林的父亲 就半身不遂的 那他就坐在 就是当时在屋里面 是吧 那些石头扔进来的时候 就差点扔中他的 那好了 那接着有些学生 勇武一点的那些 就爬上高墙 就是曹宅的围墙 打烂这些玻璃窗 跳进曹宅 是吧 但是呢 这五个 那些学生就这样爬进去 但是结果就被那些警卫 遇到很多警卫 原来里面也还有警卫 但是 那些卫兵看到那些学生的这种行为 就竟然没有抵抗 是吧 就任由那些学生搬开 就是塞住道门的石头啊 木啊 将前门打开 于是就整大批学生 就涌入去这个曹宅 是吧 学生以为 就是 当时这三个亲日分子 曹宇林、陆忠愚、张忠祥 都会在那儿开秘密会议 是吧 于是就大声立喊 就叫曹宇林出来 是吧 就要打他 就是要 就是 拿他出来 就是 给他一些颜色去看 是吧 但是呢 就 曹宇林呢 原来就不在那儿的 那些学生就在里面大肆倒乱 那这个就真的是暴力行为了 是吧 那些人在家里 破窗而入 扔石头进去 是吧 跟着曹宇林的老婆在那儿 就说曹宇林不在那儿 是吧 那 就是 跟着又找他的儿子 找他妾侍 是吧 哇 就是很多 就是 这个 这个 就是 入到那家屋里面 那个暴力的行为 当然他没有伤人 就是 四处倒乱 到最后 倒 就是 那个倒乱去到最后 就是 就是 放火烧屋 是吧 所以这个就叫做火烧赵家流 就是这样来的 是吧 那当然 跟着呢 就 这个 张忠祥 就被发现 那 于是那些学生呢 就 就是去 打这个张忠祥 当时还有好笑就是 那些学生 就是那些学生 打这个张忠祥的时候呢 那些警察竟然是没有干涉 然后张忠祥就炸死 你明白吗 炸死 是吧 那 好了 当时很混乱 又着火 那 有些就觉得 哇 是不是过分了呢 去到这个地铺 打到这个张忠祥好像死了 跟着又 就是 又点火 是吧 那起了火 那于是有很多人就散开 是不是 那就 就是 走了 那于是张忠祥呢 就在警卫 就是扶持之下 就起了身 那其实呢 他就当然没有死了 是不是 那当这个 学生攻击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曹家的时候呢 其实曹雨林 实际上是在这儿的 不过 被他走了 那这个张忠祥呢 就不幸運 所以 于是就 就是 被 这些学生 勾打 另外那个陆忠祥呢 又不在这儿的 是不是 所以其实那些三个人呢 原本 在里面 真是开秘密会议的 是不是 不过 就真是后来 这个曹雨林 就闪了 那 陆忠祥又不在场 是不是 就是 不在场的意思是 当时找不到他 唯一就是这个张忠祥 张忠祥就被打伤 是不是 嗯 嗯 曹雨林 后来 就是说在第二天呢 就 给一封 辞职信 啊 给这个 就是 总统 啊 就辞职 那那个辞职信呢 我都想说一下的 就是 都很有意思的 他就将 嗯 那些学生 倒乱他的屋 甚至放火啊 啊 和这个张忠祥被勾 被勾打那件事呢 就是 作一个 寄罪 陳述 啊 那他呢 就说 为信望微夫 责难交集 狠请罢戚 以借天下事 就是说呢 他 嗯 嗯 受到很多责难 是吧 甚至有人叫他 下台啊 那他 这件事呢 他就是 和总统这样说 他说 宇林本月四日上午 奉派入府公宴 午后二时半 回抵东城赵家楼施宅 不遂亦被勾击 船只中火墾屋 东远房屋 至宇林 起居所在 立城灰尽 其余亦释租毁损 将公事当火发之際 闯撤走 被轮舍为群众建设 率地狂勾 木石交加 头部受伤 九处伤及老骨流血不止 立时云道不省人士 行警察总监吴炳伤及暴君 统领李强泰民讯先后到场 强迫解散兇徒 逝境护送张公事入医院 调刺 据云老根震动 遍体轮伤 性命上无把握 而宇林宅内暴徒 民君警暴拿 谁纷纷喘散 此宇林因公被禍 加失焚毁及张公事同时 勾辱 重伤贫疑之实在情形也 是吧 这一段呢 其实后面还有很长的 就是说他在外交 和借款方面的辩护 是吧 只是说这一段 你说如果看他这一段 当然有一些是渲染 是吧 但是实际就是 那些学生真的杀入他家 大肆倒乱 打人放火 这是事实来的 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详述这件事实呢 就是 真的有暴力的嘛 至于为什么有暴力 那就再说了 是不是 由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 变成一个暴力 这个暴力 不只是跟警察的冲突 而是直接杀入曹宇林的官邸 是吧 打人放火烧烏 是吧 我常常用来比较就是 1919年这些学生的示威游行 到最后演变成一个这样的暴力事件 但是学生 后来没有受到这个情处 那为什么用暴力 在依法追究之后 全部都放人呢 是不是 为什么当年的北京政府 1919年 会比70年后的北京政府文明这么多呢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呢 没什么呢 again 这个本事 是 一篇 很不幸 今天 是 每天 都是 决定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